我们快速做泰式柠檬鱼 很简单 这个姜放果底 白好 我们洗好的鱼放进来 倒一些水 然后开最小我 盖子盖起来 然后慢慢起蒸 用柠檬汁 切蒜 还有辣椒 很可爱的辣椒吧 盐滚滚的 喜欢辣的话就加会辣的辣椒 不喜欢辣的话就加半的大红椒 加颜色 还有香菜 加一些葱也可以 这里有滴露 加一点 摆开水 糖 一点点 调味料 柠檬汁 酸度看个人 放入酱 鲤鲤 橄霜 切蒜 末 香菜末 辣椒末 攪拌攪拌 溶化看看它的味道是不是滿想要的 不准备一瓶 再收一棉 噢,酸 噢,脏了 再加一點點糖 這樣OK啦 接下來我們看我們的魚 沒手了 它不熟的話可以用筷子 抽一下 這樣就熟了 你看很輕鬆的 抽下去就到底熟了 我們用起來 盤子 裝在盤子上面 這個都是精華 等一下我們可以加一點水 就變成一碗糖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倒了 醬汁倒進來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可以加一些 這個呢 蔥 這個檸檬魚就完成了 清爽的檸檬魚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輕鬆呢 簡簡單單的 夏天就是吃這個酸酸 嗯 辣辣的 檸檬魚 超讚的 大家嘗試看看吧 走看看吧 那隻檸檬魚 還沒吃這個 好 待會兒 你 Young nego 真的 讓你下水 你被放下水 回家 花火 有一次 下水 小火 你 要